哈囉大家好我是水巴 YouTube的後台現在有一個欄目叫做 您的觀眾最近看的其他影片 裡面有How Fun 裡面有洋蔥 但是我注意到最多的就是 BC Roy 如果你不知道BC Roy是什麼的話 譬如說在YouTube上面的華文內容 你當然是看得懂沒有問題 但是面對還有很多的外文內容 有時候你會不會想說 如果我能看得懂這個影片在幹嘛 我可以享受到更多的樂趣呢 BOMBC Roy就是為了你這個需求而生的 他會擷取各創作人的影片 放到自己的頻道上進行翻譯 比方說我們來看BC Roy的其中一支影片 老婆叫醒夢遊邊吃東西的老公 老公馬上進入求生模式 好的畫面裡面有一個男子 他正在夢遊吃東西 然後呢他目前還沒有講任何話 嗯 好的 那這個影片還有多長 我已經有點感到無聊了 13秒還在繼續 總共有31秒 前15秒都沒有任何的英文對話 欸這個老公開始喝起東西來了 雖然我不知道他在喝什麼東西 他還摸了摸肚子 好像很滿足的樣子 好啦這個我不怪BC Roy 這個真的是一個需要 翻譯才看得懂的一個影片 嗯 嗯 是的 看老婆被插著丟中的事件 後續請見網站註解 我也有點在意說為什麼他的 為什麼他的來源網站 是連到一個這樣的地方 而不是連到 他擷取了這個影片本身呢 喔我們再看一部 老媽告訴女兒李奧納多迪卡皮歐 是他的高中同學 還秀出 這的確是一個需要特別翻譯的影片 而不是用一張圖片就解決的事情 好的 哇還有最受歡迎的羅傑叔叔欸 讓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他特地幫羅傑叔叔做了中文翻譯 我可以理解大家會想要看他的內容 那當然有中文翻譯更好了 嗯 畢竟說如果Uncle Roger 畢竟是英文嘛 他也不可能自己做中文翻譯啊 他也不可能在他的這裡的字幕裡面 有中文台灣的選項 可以讓你看到官方的翻譯 而且我一直請問一下 他一整個 他一整個影片 都有一個更多精彩翻譯影片 臉書搜尋BCM的肉依 連Uncle Roger本身的影片 連Uncle Roger本身的影片 他都沒有什麼浮水印在上面了 當然他的臉本身就是一個浮水印啊 一個做翻譯的網站 居然可以如此的 跟大家講說 哇快來我的頻道 快來我的頻道 我真的不知道 不過老實講 BCM肉依還不是最糟的一個 我發現有一個頻道叫做 鬥士工作室 Fighters Studio HK 他今天五小時前上傳了一個 我的鄰居正在舉辦一個 沉默的BBQ派對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影片有需要任何的 翻譯或者是 等等的來彰顯他的 幽默或者是 哇左下角有一個好可愛 他說聲音才沒有聲音 好可愛喔 好聰明喔 更棒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他浮水印到處都是現在所有的 63257人都知道 這是鬥士工作室的作品 作品 欸更棒的是什麼 他的右上角的來源是 Internet Internet 這個影片的來源是網路 這個影片的來源並不是商店 因為很明顯他會動嗎 這個影片的來源 這個影片的來源 好這個影片的標題叫做 當你有個超級好的鄰居 有一個人想要插插頭插不進去 然後牆壁裡面伸出一隻手 幫他插進去了 哇這真的是需要 這真的是一個需要翻譯的內容 如果沒有他翻譯 我差點就看不懂了 他不可以直接轉電到他的臉書上面 然後他 這樣子就可以獲得21萬的點閱率 這樣就可以獲得21萬的點閱率 這真的是 蠻不錯的 這真的是蠻不錯的耶 哇這是我喜歡糖豆的內容 我們來看看齁 喔這個粉紅色的新玩家跳不上去 所以呢 這一個人冒著被淘汰的風險 然後來特地教他 怎麼樣跳上去 嗯好可愛喔 這需要翻譯嗎 讓我們看看他有沒有好好的附上來源 他這次沒有寫說來源是Internet了 沒有 我們來看一下 好的是空的 完全是空的 真的是太棒了 喔順帶一提 你們知道YouTube其實有社群功能嗎 如果你純粹只是想要分享某個 你覺得很不錯的影片 想要跟你的受眾們分享 你可以直接使用社群功能 然後來發表 你看到了什麼影片 並且把那個影片的連結 貼在底下就可以了呢 你應該是不用特別再製作一個影片 然後把它做得好像是自己製作的東西一樣 其實這就是一般的 那說不定你看到這邊 你可能會都有點不爽 你會覺得 人家原作者都沒有跳出來抗議 都沒有版權問題 所以人家才經營的下去啊 事實上是有的 有版權問題 在2017年的時候 BCE、ROY他們就因為版權問題 所以YouTube的頻道被關閉了一次 其實我剛剛給你們看到的 都是新頻道 這是引述他們2017年原本的發文 他說 作為一個翻譯頻道 版權一直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問題 而我們一開始就準備了頻道最後一天會 因為版權問題而被關閉的心理準備 是的 那他們也有提到說 做部落客也是要吃飯的很辛苦啊 那其實他們這個份工作所得到的報酬 也只夠讓他們繳房租吃飯的收入而已 這裡滿滿的都是廣告 我覺得這個收益 也應該是很不錯吧 嗯 可能是因什麼 他們可能是在 繳房租可能租了比較貴的房子 或是他們吃的東西比我們還貴一點啊 大概是這樣子 嗯 大概是這樣子 不過我今天拍這個影片 我有點害怕 因為翻譯界的人其實有點兇 他們有很多潛規則 如果你不小心觸犯到的話 可能肚子會被打一拳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他們可能部分的人會氣到好像 肚子被打了一拳 這裡還有另外一個影片 學生用儀器驗出的老師的婚件是假鑽 老師馬上打電話質問老公 然後這裡有個他們的連結到原影片 我們點進去看看好了 會發現 這根本就是不同的網站吧 這個上傳的東西 哪一個跟剛剛那個有關係的 那我今天不是要說這些翻譯的YouTube頻道很壞 不應該這樣做什麼的 當然我覺得這方面有很多可以討論的地方 我們可以再討論 只是我覺得他們在做網路翻譯的時候 我希望這個影片是真的要經過翻譯 才可以讓觀眾們了解到這一個的樂趣所在 如果這個本身以畫面就可以呈現它的有趣之處的話 那我真的搞不懂你特地剪下來 然後加上自己的浮水印 然後上傳到自己頻道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我以前也看過很多BC肉依的作品 那個上週經夜 那些我都真的有享受到樂趣 而且沒有翻譯的話我是絕對沒辦法想做到那麼多樂趣的 只是真的最近翻譯頻道有些影片真的是太 當然YouTube愛死這種內容了 那我今天在react這些影片 然後我放在我的影片裡面 我又沒有打碼你們又看到這些內容 那今天BC肉依會不會跳過來說 那個影片是我的 你這樣子把影片撤下 不然我就讓你吃版權警告 會不會呢 請追蹤我的Facebook跟IG 讓我們看看未來這件事情會不會發生好不好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 不要忘了按讚訂閱分享加喜歡 我是夏尾巴 我們下次再見